我们在一些课题上无法达至共识 例如讲土著特权 土著就当然是马来土著 在那个时候在宪法里面 它有特殊的地位 所以这一直以来 那个时候有说要检讨 但是这东西又延长了很多年 国政或者执政集团里头 马来政党巫统 过去不断恐吓这一个 马来选民或者马来出去的 就是说如果你让这个在野党 上来做政府 这个国家不只是经济 会被华人掌控 连政治也会被华人掌控 因为民主行动党看起来很强势 所以就不断的 很大部分也是抹黑这个 民主行动党 为一个华人沙文主义政党等等 然后来恐吓马来选民 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由于说对未来没有一个共识 变成说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困难 要你换了政府 那你替代的政府会是怎样 我们先谈替代的首相人选会是谁 过去因为有安华 安华因为1998年之前 他16年在朝他是巫统里面 马哈迪之下 然后万人之上的这个副首相 只差一个阶级就会登上首相 然后安华被隔职被爆出 然后被关进牢里6年 之后安华又出牢 但是安华就相对能够被马来西亚社会接受 因为他升级在体制内 体制内一些人都跟他有过 对觉得讲这个人是有行政的经验 对商界而言他又曾经是财政部长 他本身过去有一些很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他又可以跟伊斯兰保守群 对话 因为有时候那种对话是你要进入那个语境 你要引进据点 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做得到的 你要引述古兰经来 来合理的话 为什么伊斯兰强调公正 强调正义 这些价值 这些所谓普世价值 谈的时候必须进入伊斯兰的这个语境 安华又相对能够 能够跟西方民主接轨 他可以跟美国有好朋友 然后能够在国际大学的讲堂上 能够侃侃而谈民主自由的价值 所以过去安华是相对 比较多人能够接受的反对党的首相人选 在安华后来2015年的时候 又再次被这个纳吉市政府 再次以这个基阶或者刚交的罪名 把它丢进牢里面 是5年的刑期 好了 现在在野党群龙无首 你不晓得能够把谁推取上来做替代的首相 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这个替代的政府 如果你推翻国政 你替代你主的政府 你会推行的政策是什么 这个对很多群众 尤其是马来群众有一些焦虑跟不安 那不只是马来群众 非穆斯林 非马来群众 也有不安 因为刚才我提的这个土族 或者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华裔或者是非马来人 会开始想说 如果我反对巫统 是因为反对这个特权不平等 那我换了政府 就反对党上来过后 也同样是实行这个土族的政策 或者有这个土族特殊地位 那么我换政府来干嘛 还是一样吗 政策一样 搞不好换来加了一条这个伊斯兰刑事法 那对我整个环境越来越保守 那怎么办 所以这会是华裔或者是非马来人群体的 一种焦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只解释说 为什么在野党很难去冲击 这一个国阵 还包括讲我们 即使今天birthday 这个所谓共民主制 动员了几十万人上街 在街上过夜34小时 然后我们有一定的动员能力 有一定的人潮 有一定的力量 街头运动去换政府 那我不懂换了过后 会是怎样呢 对嘛 要有些人主张激进 我们不能只是搞集会 我们要搞占领 所以占领就一直 占领到这一个政府下场 就如果占领的话 如果 会去到流血的话 那 那今天我 我们群众自己会想的是 要我流血 可能可以 但是我要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 那今天我 如果我去流血过后是 回来换了一个政府 落实 就对 非穆斯林或者华裔 非马来人来说 我去流流血过后 换来的是 是伊斯兰领治法 那我不需要这么激烈 你换回去 你用马来人的角度 想也一样的 如果我去冲撞这个政权 导致我流血 换回来的 后果是华人掌控政治 掌控经济 那对我有什么益处 我干嘛要流血 来放取这样 所以我觉得 对未来的不确定 对未来的不确定 会很多人感到不安 所以解释 只能解释说 为什么是一个 在野党政治 公民社会 无法采取一个更激烈的 行动来迫使这一个政权 或者这一个所谓首相 丑闻禅生的首相下谷 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 我觉得讲 因为我们没有那一个共识 最后我再拿一点点时间 我不懂 我不晓得要不要讲这个 因为我又担心说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马来西亚的一个政治的状况 可能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解释 马来西亚现在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现在首相丑闻禅生 因为这个YMDB 因为这个26亿的丑闻 那已经是一个事实 2013年是第13届大选 来一届 第14届大选 最迟在2018年 举行 当然 我先谈一谈有一些变动 所谓变动就是 在巫统内开始有分裂 巫统就是过去 像马哈迪 马哈迪是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 掌政了22年 为这个我们今天谈国家制度崩坏 他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因为很多的法 很多的制度是他一手去摧毁 一手去弄出来的 但是他因为说今天 他很不满意这个纳吉 贪污 贪那么多钱 他不否认说 他执政的时候 他也有一些干下的一些东西 但是纳吉贪的太多了 所以 他决定挑战纳吉 他决定退党挑战施压纳吉 所以后来像 马哈迪 然后刚才 纳吉重组内阁的时候 把他得职的这个慕尤丁等等 这些人 就自己组了一个土著团结党 我们就简称团结党 就是 这样的一个政法 来挑战巫统 在也 巫统现在有分裂 首相又丑闻缠身 我们 经济不好 打屁贬值 就是我们心里很多人的痛 功课很开心 对 七点料七点料 你们多一点去马来西亚 然后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消费税也好 总之很多东西都涨价 然后大家其实活得很不好 在种种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看起来这个政权可能会摇摇欲坠 看起来在野党有望 再来件选举 把这一个政权给拉下来 看起来 但是在这个 脉络里面 我又想提说 其实 在野党自己也发生了一些不同的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导致说今天大家可能对在野党 能不能再来件大选 叛政府 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先讲 刚才我们谈的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过去 他有很强大的草根力量 他是一个可能香区或者一些比较保守 我只能说 伊斯兰党虽然保守 但他还不算极端 严格来说他不算极端 他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保守的 可能他对伊作对什么的要求 他有他的那个标准 让我们觉得他是保守 但是我觉得讲 如果你讲 你去问很多我们穆斯林 马来西亚穆斯林的朋友 他可能觉得你这样穿不得体 不过会不会因为你这样穿了 需要有一个很严厉的去对付你 或者说去杀你 那种很极端的想法是不会有 他不是伊斯兰党里面的主 他可能在国际上 一些人 一小撮人 会有一点同情 ISIS 一小撮人 会不是很多 但是你要他去支持恐怖行动 那你目前来看 我觉得还没有那个迹象 显示 伊斯兰党会选 这个背后的解释 就是讲说作为一个伊斯兰的政党 因为长久以来他在马来西亚这个民主制度里还绑着他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选举制度 所以你没有把他逼到走投无路 所以今天你讲即使我们再不同意都好 这个伊斯兰党主席说他要落实一行法 他还是透过国会透过议会来提倡 然后希望透过议会通过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民主的这个 在这个民主的规范里面 他不是讲我拿起枪 然后我要干掉你 然后我就在这里落实这个伊斯兰党 我觉得他没有去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 面对这样的群体 要做的我觉得是多一些对方 争取他们的认同 然后我们怎样去建构我们的共识 伊斯兰党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第十三届大选赶上换代不成 然后后来又安法又入狱等等 看来第十四届大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能够换政府 然后现在又开始又跟民主行动党关系撕裂 然后现在党主席个人因素很重要 那跟这个纳吉好像有一点眉南眼去 所谓眉南眼去就是讲 摆在眼前二十六亿这么大的贪污丑闻 他竟然用一个相对温和的态度 我们要给他机会解释 我们就是你就觉得讲 你怎么能够容忍一个丑闻缠身的一个领袖呢 怎么能你作为一个在野党 你怎么会那么温和呢 然后你在budget的时候 你不同意国政 但是budget的时候 当大家都投反对票的时候 他竟然缺席 伊斯兰党有大部分的议员都缺食 所以从这些迹象开始显示说 伊斯兰党现在跟几个主要的在野党已经不融了 他要自己出来筹筑第三股势力 伊斯兰党有没有能够壮大为一股很重要的第三股势力呢 我们的判断是尘是不足败是有 你要寄望他自己执政不太可能 但他可能会破坏你的胜算 今天我们看回来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 就是这个first pass the post 就是在这个选举里面 如果有三角账 你只要拿33%然后加一票 你就能够基本上你就 就如果四军力底 33%加一票 即使那66%也不重要 就你只要破 你是三个对手里头 三个候选人里头最多票的 其他两个就作废 所以伊斯兰党他掌握很强的30%的穆斯林铁票 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30%不足以判政府 30%不足以让他赢得很多利息 但是如果今天在野党 我们讲每票一针 在这样的一个选举里面 如果很多地方发生三角账 他只要把他30%的牢牢控制着 就分散了反对票 所以过去的第13届大选 国阵大概用47%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47%的人票就能够以60%的利息 如果在这样同样的选择下 我想如果再发生很多三角账 那国阵根本都不需要 以绝对大多数他都能够执政 因为只要发生三角账 他掌控一个40%的票 然后在野党你有60%的反对票 但是你因为两个政党进取 两个反对党瓜分掉30% 那40%的选票的政党就会升值 所以在这个制度是允许的 所以国阵可能以更少数的 更少数的票数来允许证据